好啊,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体盘面,指数今日再度呈现出翻线低开的格局,随后造盘指数分化,在基建类的股票带动下互指一度冲击2900点,而创业把则是在主板的强势下呈现出持续下跌的走势,市场两级分化十分严重,午后市场依然是延续一个涨跌两难的走势,最终个股普跌。 日期全线下跌,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市场? 截至收盘,互指下跌4.54点,指数收于2869.05点,生存值下跌113.99点,指数收于9181.94点,创业板下跌34.93点,收益1559.64点,成交量同比出现小幅放量。 两市共成交金额3266亿元。 板块方面,截至收盘,两市今日上涨板块,依然不足百家,整体涨幅更是有限。 水银、浅路基建和装配建筑概念领涨两市。 黑色金属、土木工程和银行等板块相对强势。 一样,疫苗和互联网概念则是较弱,尤其是医药股更是在度遭遇市场的炮夹。 盘面上看,今日市场早盘指数在度低开,互指在2900点之下作债浮振荡。 上涨动力明显不足,而题材股和中小创,因为大蓝筹的启动而在度低迷。 成交量继续减少,盘面上二八分化现象十分严重,这一点要引起投资者足够的景气。 技术上看,指数涨跌互线收盘,互指继续失守2900点。 创业板在失守30日线之后,继续寻求新的职策。 短期指数表现不佳,互线收音线,技术上看,短期市场延续整理和寻求支撑是大概刷事件。 纵观今天市场的表现,可以说市场分化的相当严重。 这一幕貌似有一次在重演这历史,靠拉商政务时给投资者一种假象,而个股却跌得惨不忍睹。 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耗额,一直有一个疑问,这样的市场算不算造假? 如果是,谁该来监管? 中小创如此不受待见的情况下,为何去年又发行500多支新股其中60%是中小创? 就目前的情形看,浩文认为,基建是救不了股市的。 尽管大造基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GDP,拉动相关指数。 但是基建就不了股市,股市里面有那么多的投资者,如果管理层忽略了心态和羊群效应给市场带来的巨大影响,那么任何的制度可能都是不健全的。 因此如何挽救市场,关键就落在了如何让中小投资者更加平等的参与市场当中来。 从这个层面讲,基建即便在涨,都救不了股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